现在我们来试试Google语音输入 按下麦克风就可以开始 不过建议您如果可以在联网的状态之下 其实有联上网路 Google语音的辨识正确率会提高许多 今天有看到一则有趣的新闻 提到台湾中小学教育正吹起一股Maker创课运动的风潮 输入完成之后呢 您可以回到原本的注音键盘上来输入 您所需要的一些标点符号 按住这里不放 就会出现其他的全形标点符号 供我们选择 不放入